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民调在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,可以影响选情和选举策略。 然而专家提醒,民众在解读民调时应该谨慎,不要迷信过去的经验,要注意民调背后的因果结构。 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认为,真正最准的民调是政治人物的表情,因为他们看得到内部民调,表情反应是最真实的。 许多人认为学术机构做的民调,比较有公信力或更准确,但这纯粹是个信仰,重点还是操作的人有没有按照科学方法来执行。 真正像样的民调,会依照中华民国护政系统提供的年龄分布,性别比例去做数据调整,能避免电话都是年长者接到的问题,但现在许多民调都做得很急很快,不但样本少,也很少依照人口比例去调整,准确度是个问号。 如果要准,民调与数据分析的成本就会因此攀升,不太可能免费提供,这也代表媒体一或两个晚上就做好,且随即公布的民调,通常相对粗糙,可能省去了关键的调整公事部分。 第二则新闻 企业若没有成本管理概念,往往都会起头是砍成本,或要求各部门思考降低成本的办法,虽能快速见效但也可能伤害核心竞争力。 请业重信协理蔡佩成指出,成本管理的正确方法是观察现场浪费,以绩效关键指标衡量员工效率,找出低标者进行分析,了解浪费的成因并提出因应对策。 而且必须配合财务数据,计算浪费对成本的影响,以判断投入改善的效益。 近年来,碳排放等议题需更细致的成本管理。 在管控成本时,应先定义核心问题,再讨论如何执行。 可以运用大数法则,专注成本占比最高的环节进行分析,分摊费用时也要考量公平性。 企业应该确认核心竞争力所在,如研发或销售部门的投资不能轻易删减,成本节省带来的隐藏成本也要慎重考量,像是外包造成品质流失的情况。 下一则新闻 1994年贝佐斯在知名对冲基金工作,见证网络快速发展,决定辞职创办亚马逊网络书店。 他认为若不尝试创业,自己将会永远后悔。 1997年起,贝佐斯在股东信中提出第一天的理念,意味着亚马逊必须永远追求创新,否则就是衰退。 亚马逊从书店扩展至云端运算,串流影音等领域,营收成长百倍,背后有Kindle、Ego等成功产品,也有像是Firephone的失败经验。 在安稳与冒险间,贝佐斯愿意选择后者。 他设想80岁回顾今日决定是否会后悔,以推动创新。 亚马逊至今仍秉持第一天的精神,不断开拓新事业。 贝佐斯认为,创新必须面对被误解的情况,唯有放眼长远才能持续领先。 他的理念与选择,造就了亚马逊的独特文化与今日的成就。 下一则新闻 台湾第一家麦当劳台北民生店宣布暂停营业,目的是改善内部用餐环境,预计年底前恢复营业。 民生店开幕于1984年,是台湾引进麦当劳的开端。 当时由宽达食品创办人孙大强引进麦当劳进入台湾市场,与麦当劳公司各占50%股份成立合资公司,由孙大伟担任首任董事长。 民生店开幕首日就创下单日营收百万的世界纪录,让台湾餐饮业迈向新纪元。 近年麦当劳积极改造老旧门市,朝独立餐厅方向经营,如果就店面无法改造,就会选择结束营业,屏东,戏纸,台中等门市就陆续传出收店。 但麦当劳整体店数仍在增长,预计年底可达418间。 感谢您收听。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